大家好,欢迎参加香港展能艺术会财马会共用艺术工房举办的12月游艺同乐 圣诞盒子网上工作坊 在工作坊开始之前,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背景 我们香港展能艺术会成立于1986年 以艺术同参与,相见共展能为宗旨 我们相信人人生而不同,也尊重每一个人的不同 而参与文化及艺术活动是基本的人权 所以每个人,无论是健全人士还是残疾人士 都有权利参与艺术活动 而我们赛马会共用艺术工房是位于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3楼4室 我们是香港第一个在主流艺术场地 为残疾人士参与艺术活动而设立的艺术工作室 我们的目标是透过艺术推广共用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不同的活动 包括不同类型的艺术工作坊 同时提供展览和演出机会 让残疾人士都有平等参与艺术活动的机会 也让公众去欣赏他们的作品 如果想报名参加或得知更多工作坊的资讯 请留意我们工房的Facebook和网页的更新 哈喽,大家好,我是工房同事Bessie 踏入了12月,不知道大家准备好迎接圣诞没有呢? 这次我们《游艺同乐》期间限定的圣诞盒子工作坊 很开心邀请到导师唐永妍 Apple Tom 和首语全译员月英来到的 带领我们自制一个以环保概念循环再造的圣诞盒子 我们现在事不宜迟了 我现在就把时间交回Apple 请她介绍一下自己和开始我们今天的工作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叫做Apple,我是一位聋人来的 我呢就去做一个全职的策划师啦 还有我很多不同的机构呢 去一起合作和搞一些活动的 现在呢我们准备来的,开始我们的工作坊了喔 今次圣诞盒子的制作材料包括以下几款 换令了材料包的参加者 可以拿回你们的材料包出来预备制作 未能援令到材料包的参加者 都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清单 合起搜集材料 非常容易自制翻过的 好了各位参加者 大家请看着营工幕 现在我们需要一个紙包的饮品 我们首先要把里面的饮品倒出来的 我们轻轻剪了口 把那些饮品倒出来 最后之后呢我们的制成品 就好像现在大家在营工幕上 所见的一个圣诞的合计了 大家的参加者应该相信有一包的材料包 而且现在要自己自备一个饮品盒 这两块的胶片是将会完成作品之后呢 我们是贴在这个饮品盒上面的 而这个呢我们是会营造一个雪地的效果 这个呢也是营造一个雪地的效果 让它移动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动感 这里有一些纸 我们可以画一些不同的图案 大家喜欢的人物上去的 而这里呢是有一个呢 是整个制作过程里面的一个简易的同盟版的 那大家呢就可以从这个简易同盟版 跟着这个次序学的 那现在我就开始呢 就逐步逐步的 将这个过程示范给大家看 了吗 对 人的答案 也要不应该 現在我們需要把飲品盒挑空去其中一面 各位參加者請留意我們要留一個小小的一個邊位 在處理這部份的時候大家要小心點 就可以跟著之前畫的沿著邊位慢慢剪掉出來 謝謝 謝謝 我們將這塊的影片放在一邊 我們把這張白紙拿出來 根據飲品紙黑的形狀畫出來 我們來看到這包围幣 我們的表演 我們把這包围幣地均散 一句話 剛才你們的紀錄 我們把再包围幣地均散 Count我們 我們把這個手放在這裡 我們可以拿一把這包围幣地均散 場地均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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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完这部分之后呢 我们就要图一些白胶章 还有我们需要在画一些图案的时候 参加者可以用木颜色 或者另外一些颜色笔的 参加者决定究竟用木颜色 或者其他的颜色笔都可以 好了 留意一下 那我们要在纸盒品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想一下我们的装置里面 究竟要画些什么呢 还有我们预备尺寸的时候的大小 我们要好 感谢观看 现在就在白纸那里画了一些图案 有两种不同的颜色笔 参加者可以因应个人的喜好选取不同的颜色 和颜色笔去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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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都可以用一些的圖改液的白色 的 你的 很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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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可以说自己喜欢喜欢的图案 抹完之后我们要等一点时间等它干的 现在我们就要用一些白的胶水 做一个剪贴的工序 我们在剪贴的时候记住我们在图案那边 先画一个外形出来 感谢观看 然后就将你所说的图案 同样用这样的方法 将它剪低下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刚才我们最初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剪了出来的发弹 这个 oxidation 《紧盒子盒》 然后我们要不要把它置之后 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用一个白胶水 在一起 那个紧盒 大家有的 由于印里出か 甚至于 在这一项 我們貼上去之後 我們要一點點畫這樣的記號 同樣我們都是這樣剪出來 跟它的外形這樣剪出來 如果參加者發現它還有一點濕的情況 麻煩就等它乾了先 記住我們一定要等它乾 不要這樣濕然後就這樣放進盒裡 我們等它乾透了才放進盒裡 其他畫出來的圖案都是這樣的 用這個方法去處理 跟我們一樣記住在底下記個記號 等它好像可以站起來 然後記住一個最大的重點 就是記住要等它乾了 等其他的玩偶可以站在那裡 現在我們先處理另一部分 我們記住在旁邊留一點邊位 因為如果有時我們要把這張法子放進紙包飲粉的盒子裡 所以那個尺寸應該會比紙包飲粉的盒子小了一點 剛剛好 如果大家覺得試放進去之後覺得好像不太脫服的話 我們就需要做一些調整 可能有多餘的部分我們需要剪掉它 盡量使紙包飲粉的盒子裡能夠塞到一張白紙 是的 留意那個背景那裡 現在我們就需要處理背景的圖案了 現在我們就需要處理背景的圖案了 就因為這個圖案 可以畫得上一張白紙包飲粉的孔子裡 但是我們在家裡都是說出一張白紙包飲粉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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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画这个图案的时候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 创造力画什么上去都可以的 因为近来圣诞节 所以我们通常画的图案都是跟圣诞节有关的 就好像现在大家在镜头上看到的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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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